哈喽大家好我是甜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天赋一笔第一季第二集 一年前艾克正和家人在保龄球馆安度周末 支持的海伦已经发现了自己变种人的天赋 务实的悄悄使用还在打保龄球的时候偷偷作弊 同样在保龄球馆有一位变种人少女 因为能力的失控弄得自己的身体不断颤抖 遭到了身边人的嘲笑 越被嘲笑她的情绪越难控制 最终变种少女不小心释放了能力 造成了现场的损坏 在场人员也受到了惊吓 当时专门处理变种人案件的艾克不顾是非对错 直接就把变种少女赶出了保龄球馆 这一幕让海伦很失望 也决定继续隐藏自己是变种人的事实 而如今艾克为了转移变种人儿女被子弹打伤 抬上了救护车 另一边由于利斯过度使用能力 现在神志不清 曾经是护士的孩子的母亲路西 查看了她的情况 认为她的状态十分糟糕 必须立即送医 但变种人并没有医疗福利 他们现在还都是逃犯身份 去医院是不可能的事情 露西虽然会一些急救知识 但没有药物和设备 她什么都做不了 海伦说利斯是为了救他们而受伤的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 小马让露西跟自己一起去诊所 把药给偷出来 他们一起来到天辟的医疗机构 此处可以向变种人提供医疗服务 小马假装疾病 直接跳过了资料登记的环节 来到诊疗室 而露西假装是她的女朋友 一起混进了诊所 之后在伪装成户时 顺利地偷到了药物和工具 然而特警局的速度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快 不一会儿 追兵便找到了诊所这儿来 两人只好立即逃回基地 这时神志不禁的利斯 开始能力失控 一些空间的缺口在她身边出现 而连接的地方 正是之前出示的街区 街区此时正被警方封锁起来 一批批的警员正在现场勘察 太危险了 海伦利用自己操控空气的能力 勉强把缺口关闭起来 但利斯的能力释放太多 海伦招架不住 最终特种兵还是闯了进来 基地陷入了一场激战 变种人组织暴露了 大家在战斗的同时 必须开始做撤离的计划 另一边 娜娜被关进监狱 被迫带上屏蔽能力的跳蚤项圈后 无法施展自己的超能力 总受人排挤 她想拉拢变异人同活也失败了 这天在放风的时候 自称监狱女老大的黑猪 命令娜娜帮她干活 娜娜不肯 黑猪就用肚子里的宝宝要挟娜娜 忍无可忍的娜娜 忍着项圈的剧痛 将老大教训一番 然而她这个举动 却遭到了单独禁闭的惩罚 另一边 艾克也不太好过 警局的人不断向她施压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也被带来警局问话 却无能为力 而基地这边 露西冒着枪林弹雨 来为利斯治疗 最终 利斯脱离了生命危险 露西和这些变种人 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后 开始对这些特殊的人种改观 她决定为了儿女 参与到这场抗争当中来 场景一转 在审讯室 艾克面对同时的审问 镇定自若 她知道警局的人走投无路 才这么对自己 艾克表示 可以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但有个条件 必须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她需要对师 而且要求不能逮捕自己的妻儿 对方思虑片刻之后 勉强答应了 但她也明确说出了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尽全力摧毁变种人地下组织 遇之后事如何 关注甜麦 不要错过最新 精彩